明明不能改变自己的阶级 其实我们在美国生活也不一定比中国好 来的时候就是充满了热情 然后有很多人生理想 其实在这边全部都没有了 没出国的时候 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是圆的 对吧 特别是芬姐吧 她出国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前后 那个时候你看那个高晓松的小说呢 社会上充斥着这种资本主义国家 是非常好的 就打造出这么一个舆论环境吧 所以说芬姐在国内当时也是不得志嘛 被人嘲笑 想嫁清华 想嫁北大的博士 她自己只有一个好像是大专 自考大专还是什么学历 最后呢 还真有人帮她认出来了 她认出来其实跟天哥差不多 也没有什么技能 一开始据说是在福建人开的这个 美甲店工作 结果好像对她不好 她又去了韩国的店 她说韩国的店 老板倒反倒对她挺好的 挺公道的 现在芬姐你看 又人间清醒 想回国了这是 芬姐说的大概意思就是 有些人看上去很风光无限 对吧 有很多头衔 其实她在国外混得很刺 也就是在中国人圈子里内卷 比如说这商会 那商会 这会长 那会长 那在 就是个空闲而已 她根本融入不了 这个美国了 日本这些主流社会 到头来还是 中国人去卷 去那个 新来的中国人里面去卷他们 就这样 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生态 人文生态环境嘛 出了国的人 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哎 你就文化上你就融入不了 除非是你的孩子 最好是有孩子 孩子也是一个美界 他更好的 跟那个本土的 更纯的东西去融合 也能带着你去融合 所以说来日本 一定要来美国 多生几个孩子 你能更好的融入社会